中秋节作为一项传统节日,一直备受人们的重视,说起这一节日的由来,民间有着多个版本,但最常见的是嫦娥奔月,因嫦娥意外吞吃仙药飞向月宫成仙。 后一痛苦万分,看到月亮思念之情深切,便吃上嫦娥爱吃的点心,以表怀念。 因这天是农历八月十五,后人便在这天计月,其实中秋节由来已久,它是上古计月习俗演变而来的,计月时间是秋分节气,也是先人对其的月神崇拜。 到了汉代时开始普及,不过到了唐代时被认定为法定节日,当时人们就已习惯了中秋赏月的风俗,且当时文人作品中多对中秋的描述,并和神话传说结合。 北宋时,中秋成为最为普遍的民俗活动,且正式约定农历八月十五庆祝,明清时它已是民间最主要的节日之一。 中秋节的节俗很多,吃月饼,玩花灯,玩花灯,赏月亮,饮桂花酒,人们纷纷回家,庆祝团圆时刻,通过祭拜月亮,祈祷家人平安,庄稼五股风灯,天气风调雨。 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,每年的中秋节,老人都要交代我几件事情,老人常说,中秋节,禁忌多,尤其是这四个要注意。 一,送礼禁忌,在中秋前后,很多人都会去亲戚家里拜访,探望好久未见的长辈。 不过,不管亲戚远近,去长辈家拜访时,一定不能空手,可以满上月饼,螃蟹,柚子等中秋食物,这样才是礼节,不然可就被人笑话。 当然,中秋携带礼品也是有讲究的,一定别送单数物品,毕竟中秋讲究团圆幸福,看望长辈要双数。 选择月饼的时候,尽量选择礼盒,月饼味道不重要,送礼最重要的是面子。 即使散装月饼再好吃,也不要轻易送,没用礼和包装,人家会觉得你不认真,反而遭人嫌弃。 古董,鞋子,钟表,雨伞,根据谐音来看,并不太友好,尤其是送钟表,仔细一琢磨,有送钟的意思,人家也不知道,你到底是好心,还是别有用心。 二,拜月禁忌,民间自古就有拜月的习俗,就像祭拜神仙一样,月亮简称,月神,祈祷家人平安顺利,团团圆圆,庄稼五谷风灯,天气风调雨顺,总之就是吉祥话,什么都往好了说。 最早的拜月仪式,大部分都有女人完成,为什么这样讲呢? 民间有句俗话叫男不拜月女不祭造,从字面意思上来看,就是男人不拜月亮,女人不祭奠造王爷,因为男子要拜奎兴,能谋求一个好功名,女子拜明月,能嫁个好人家,久而久之,就有男不拜月的说法,买贡品,摆贡果一般都是由女性完成。 而且,民间认为,嫦娥住在月宫,男人总是拜月亮,如果对嫦娥产生意思不合情理,所以不如直接不相见。 古人也认为造王爷长得帅气,男女瘦瘦不亲,女人祭奠造王爷,容易被造王爷相中。 当然这两句话是充满迷信色彩的,但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传统,所以仍然保持着,这两句话如今也不能代表什么。 当然,中国地大物博,人口众多,不可能做到全国统一,男人操持共国的现象,也并不是没有,大家还记得年底的祭奠仪式吗? 相似的说法,还有女不祭奠一说。 三,供品禁忌,拜设供品的时候,一定要选择圆润的,外形要完整,象征了家人越团结,往后的日子越来越甜蜜,拜月仪式没开始之前,所有的供品是不允许吃的,一定要等月神享受完毕,祭拜仪式结束,才能吃供果。 至于供品的选择,可以选择吉祥的水果,石榴寓意多子多福,苹果,寓意平平安安,橙子寓意心想事成,柿子寓意事事如意,甜枣寓意早生贵子,柚子寓意平安健康,甘蔗寓意长长久久。 尽量不要出现梨,吃梨有分梨的意思,不太友好,除了水果,大鱼大肉,以外,月饼必须出现,缺少了什么,也不能没有月饼,别管好吃难吃,至少要吃一口,月饼寓意全家团圆,是必须要吃的。 四,出门禁忌,八月十五是一个团圆的节日,全国上下,全都如此,人们纷纷往家赶,只为了能和家人团聚。 所以说,八月十五这一天,是不适合出门的,例如出差,旅游等,必过了八月十五这一天,再出门就没事了,本身要回家的日子,如果老人看见了,肯定不会同意出门的,都是老辈人的传统,尽量遵守。 同时这天,也不能出去串门,中秋这天是合家欢乐的日子,一家人聚在一起,吃着月饼赏月,其意境十分唯美,但同样的大家,也不希望外人干扰,因此这一天别去人家串门,这是不礼貌的行为。 这天出嫁女不宜回娘家,有句话叫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,虽然有些武断,但也有一定道理。 大家认为,女儿嫁给男人就是夫家人,中秋这一天是合家团圆的日子,女儿对于娘家只能算客人,因此女儿要跟婆家人一起团圆,否则就是坏了规矩。 当然这句话放到如今也不适用,很多人思想都开放了,在哪过完全看自己的意愿。 五,说话禁忌,这一天大家对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要有分寸,中秋这天一切讲究着顺心顺意,一家人好不容易聚在一起,自然要讲究幸福美满。 一旦这天斗嘴吵架,那自然会让节日美好氛围就此破坏掉,且美好的寓意也就此被打断。 因此这一天,大家要和和睦睦,不要引发口舌之争。 中秋记口角,不记吵道年,这句话虽然有些夸张,但却有一定道理,中秋节适合家团圆的日子,应当其乐融融。 而女亲人从外地回来,大家很久不聚,见面就吵架肯定会影响感情。 中秋团聚日子很短,可能关系还没缓和就分开了,那么这个仇意是半会,可能解不开了。 退一步海阔天空,其实跟家人之间没有那么多的是非对错,吵架闹事就更不该。 中秋节最想念对方的就是亲人,没什么比久别再见更加重要。 除此之外,中秋节结婚不太友好,为了自己一家人的团圆,破坏了大部分人的团圆。 中秋节是传统的节日,在我的印象中,好像真的很少有在这一天结婚的。 以上这几种禁忌,对于老一辈的人来说,都是一代代传下来的,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说,也存在一定的合理性。 我们应该认真地接受和传承,见人多说吉利话,少吃生冷凉食物,与家人朋友一起,高兴圆满地度过中秋节。 中秋不容错过的节日习俗有五样,一起来看看,你过中秋的时候做了没有? 一,拜月。拜月是一种古老的习俗,这一天人们会祭拜月神,祈求全家人吉祥幸福。 在拜月时,需要先摆放西瓜、月饼、李子等祭品,然后全家人依次祭拜。 二,赏月。中秋这天,月亮大又圆,正是秋高气爽之时,此时月光皎洁,正是最好的观赏之时。 通常这一天,一家人围在一起,边吃月饼边赏月。 不过古代也有一句话说,体虚之人不赏月。 因为月亮属阴性,民间有阴阳结合的说法,身体虚弱的人这一天不能赏月, 尤其是晚上,更会感到寒凉。 虽然是古人的封建思想,但还是有些道理的。 八月十五已经进入秋天,天气转凉,早晚温差大,体质虚弱的人晚上不应该出门,否则身体会更差。 大家赏月心情愉悦的同时,也要多关心一下自己的家人。 如果出现感冒之类的征兆,还是尽快回屋休息。 三,观潮,在浙江一带,中秋观潮也十分壮观,早在宋代时就十分流行。 而到了今天,前唐江观潮依旧吸引全国慕名的游客。 四,猜灯迷,古代,中秋之时各地都会挂满灯笼。 人们也会将谜语写在灯笼之上,然后大家聚集在一起猜灯笼,可谓是乐趣十足。 五,赏桂花。 在中秋之时,也是桂花开放的季节,在这一天,人们也会一边吃着月饼,桂花糕,一边赏桂花。 此时,桂花香挑满大地,一家人陶冶其中,可谓是甜蜜幸福。 一提到中秋,大家想到的都是吃月饼,但中秋节其实讲究四吃。 三,观潮,在浙江一带,中秋观潮也十分壮观,早在宋代时就十分流行。 而到了今天,前唐江观潮依旧吸引全国慕名的游客。 四,猜灯迷,古代,中秋之时各地都会挂满灯笼。 人们也会将谜语写在灯笼之上,然后大家聚集在一起猜灯笼,可谓是乐趣十足。 五,赏桂花。 在中秋之时,也是桂花开放的季节,在这一天,人们也会一边吃着月饼,桂花糕,一边赏桂花。 此时,桂花香挑满大地,一家人陶冶其中,可谓是甜蜜幸福。 四,吃芋头。 中秋吃芋头也是一大习俗,有辟邪消灾之意,其寓意吉祥。 同时,芋头也有芋头之美玉,象征着生活富足圆满。 因此,大家为了生活有彩头,也会在中秋这天吃芋头。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,感谢大家的观看。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,记得点击订阅,我们下期再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